第二張是一位女性患者的照片 左邊是治療前 你可以看到 在頭頂部分的頭髮比較稀疏 右邊是治療24週之後 頭髮明顯的變得更加濃密 髮際線也更清楚了 大家好我是皮膚科林正賢醫師 現在外面體的話題很夯 全世界有關外面體的論文 也一直在發 從癌症、各種風濕免疫疾病 還有心臟、肝臟、腎臟、神經血管等等 大概全身上下 你能想得到的器官組織 都有很多研究發表 我們之前的影片 也介紹了目前外面體在醫學美容上的應用 包括色素的問題啦 皺紋的問題 皮膚老化的問題等等 這其中有一個領域大家很好奇 就是到底外面體對於長頭髮有沒有幫助 怎麼Salon、美容工作室還有診所 好像都有外面體預防的療程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事實上呢 我幾個星期前啊 才在國際皮膚美容外科學會上 發表了有關外面體的演講 那在我前面講的一位大師 是來自於美國的Duncan教授 他說了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說啊 自從有了外面體之後呢 他的執法手術就越做越少了 那這其實就在告訴我們說啊 外面體在預防上面 應該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剛好呢 最近我又看到了一篇 國外最近發表的論文 是由韓國Beyong Choke Park教授團隊所發表的 用韓國Exco Bio這家公司所出的 來自於脂肪幹細胞的外面體 所做的有關頭髮的實驗 那我們診所呢 也有用他們家的來自於大馬士格玫瑰的幹細胞外面體 那很巧合的是啊 我不久前也剛好去韓國 參加他們一年一度的再生美容外面體高峰會 結果我發現剛剛說的那一篇論文的作者 也有發表相關的演講 那我還很高興和他一起合照一下 那我今天呢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個最新的研究中 研究人員是如何透過一些很有趣的實驗 來看看這個小小的外面體 到底對育法有沒有幫助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毛狼的構造 我們的毛狼呢 最重要的就是它最底端的毛狼乳塗細胞 那它會不斷的分化生長 新生一次又一次的毛狼生長周期 那研究人員呢 他就做了一個題外的實驗 他們把外面體加到了剛剛講的這個 毛狼乳塗細胞裡 你猜猜看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細胞啊 開始一直增生 而且呢 還不只這樣哦 這些細胞 還開始產生更多 和頭髮生長相關的物質 這個就好像外面體 給了這些細胞一劑 營養針一樣 那接下來呢 他們又做了一個更酷的實驗 他們把這整個頭髮毛狼 放在培養面裡面 然後加外面體 結果也很amazing 這些加了外面體的毛狼 長得比沒有加的要快很多 而且呢 毛狼底部的細胞 看起來更活躍更健康 還有我們的頭髮生長 其實和一種叫做 Win-Beta-Catamine的信號通路有關 他們的研究就發現說 外面體似乎能夠激活這個通路 就好像按一下頭髮生長的 開機按鈕一樣 讓整個毛狼的生長啟動起來 效果甚至比弱健生髮水還要好 最後呢 他們來觀察到說 外面體處理過的毛狼 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蛋白質 比如說ALP或是T67都變得更多了 那這些蛋白質都和細胞的生長分裂有關係 所以他們的增加就代表毛狼更加活躍了 那這一部分的小實驗就代表說 外面體確實有促進頭髮生長的潛力 那他們就像是給毛狼細胞的一劑營養增 讓整個毛狼變得更有活力 當然呢 從實驗室到實際應用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這個結果的確讓人很興奮 不過呢 話說回來啊 雖然上面的實驗有了初步的成果 但這個畢竟是在體外的實驗 是直接把外面體和毛狼混合在一起 直接接觸才有的效果 但是呢 如果做外塗在皮膚上的保養品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哦 因為你塗在皮膚外面的這些外面體啊 還要能穿透皮膚的角質層 進入表皮層 再進入到真皮層 經過重重的阻礙 最後才能達到最深層的毛狼乳塗細胞 這個時候呢 都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的外面體 能達到深部的毛狼的 雖然研究人員有了基礎研究初步的成功 但他們還是緊接著 進行了一個小型的臨床實驗 那首先呢 研究團隊招募了30位 患有雄性兔的志願者 那其中包括14位男性和16位女性 那平均年齡是47歲左右 那這些志願者呢 接受了為期24週的治療 每兩週一次 共進行了10次的治療 那麼這個治療是怎麼樣進行的呢 研究人員呢 先用一種叫做微增系統 MTS的工具 也就是類似我們之前講過的 Derma Pen 微增筆 在頭皮上製造微小的孔洞 然後呢 將含有外面體的容易 塗抹在這些孔洞上面 那這樣就可以讓外面體 能夠更好的滲透到頭皮的生成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看治療的效果 研究人員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評估效果 首先第一個是頭髮密度的變化 這是比較客觀的評估工具 那第二個是整體照片的評估 那第三個是換著自身的主觀感受 那這兩個呢 就是比較主觀的感覺 那首先是頭髮的密度 再來治療開始前 治療者的平均頭髮密度 是每平方公分是158根 那經過了12週的治療之後 就增加到了161.9根 那在24週之後 更是達到了166.14根 那這個變化看起來不是很巨大 但是統計學上是有顯著的差異的 這也代表說啊 外面體確實促進了頭髮的生長 那接下來呢是整體照片的評估 研究人員拍攝了 自願者在治療前後的頭髮照片 然後請專家進行評估 結果顯示啊 經過24週的治療之後呢 超過一半的自願者 頭髮狀況是有改善的 我們來看一下兩張對比的照片 那第一張是一位男性患者的照片 那左邊是治療前 我們可以看到 他頭頂區域的頭髮很明顯比較稀疏 那右邊呢 是治療24週後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哦 頭頂區域的頭髮變得更加濃密了 特別是在放大的局部照片中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新生的頭髮 那第二張呢 是一位女性患者的照片 那左邊是治療前 你可以看到哦 在頭頂部分的頭髮比較稀疏 那右邊是治療24週之後 頭髮明顯的變得更加濃密 髮際線也更清楚了 那最後呢 再來看看患者自己的感受 在治療結束的時候 超過一半的自願者都表示說 他們的頭髮密度和粗細都有改善 更特別的是啊 55%的自願者表示 他們平常掉頭髮的狀況有改善了 那這種治療有副作用嗎 還好 在整個治療的過程中啊 沒有出現嚴重的副作用 只有少數幾位患者 在治療的時候呢 有絕的輕微的刺痛感 不過這種感覺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總結來說啊 這項研究的結果 就說明了外面體 在輔助預法方面的潛力 它不但可以增加頭髮的密度 還能改善頭髮的整體外觀 而且副作用很少 當然呢 就像我們之前影片說過的 不同的外面體廠牌 性質都不太相同 有時候很難說 用這篇論文的研究結果 就推論說 所以其他家的外面體 也都通通對生活有效 當然呢 完整的實際應用 以及一些相關的參數設定 像是哪一種外面體的 來源比較好 外面體的數量有沒有關係 多久做一次 效果會比較好 什麼人的效果好 什麼人的效果差 等等這些問題啊 都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來進一步確認 它的長期效果和安全性 不過呢 外面體的確為那些 正在煩惱掉頭髮的人呢 提供了另一項解決的武器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 醫學心知分享 如果你對這個話題感興趣 記得幫我們的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還有開啟右下角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些細胞 這些細胞啊 開始一直增生 欸